三层楼公寓被炮弹轰过 整栋摇摇欲坠 居民用来遛小孩的公园 也被轰出一座座大窟窿 到处诠释战争摧残过后的痕迹 乌克兰宣布收复利曼后的半小时 CNN记者进入城镇 验证泽伦斯基的胜利宣言 曾被俄罗斯用来运输 军需品的火车站 如今没有俄国大兵的踪击 不过像是丢在半路上的军用口粮与被俘 钢盔以及军靴 都可以看出俄军确实是短时间内 匆匆忙忙撤退 连火箭筒与地雷都来不及带走 被乌克兰军队缴获 CNN记者观察到利曼全镇 几乎找不到俄国士兵的尸体 显然俄国既没有誓死防守 撤退转禁的过程也相当顺利 整座城镇呈现阿兵哥多 平民少的景象 偶尔有胆大的人上街骑脚踏车 但大部分居民的心里都觉得相当不踏实 而且早就厌倦无恶两军 你来我往打打杀杀 而利曼的居民缺水缺电缺物资 生活困境似乎被捷报给盖过 无从群软的民众只能拆除铁轨下的枕木 带回家度过紧接而来的寒冬 华视新闻无线上编译 观众朋友有一件事情 不知道你们做了吗 那就是赶快来订阅 我们的CH52华视的频道 而且记得哦 一定要帮我们分享 按赞 还要开启小铃铛